好 我们接着讲MPRs VPN应用 下一个呢 要讲的是HubsBook结构 首先 我们要讲一下 为什么要有HubsBook结构这种需求 为什么呢 我们理解一下 那首先 那这是我们一个公司 一个公司呢 有一个总部 对吧 他有一个总部 中间呢 是运营商MPRs VPN 这是我们这边一个分支站点 这是另外一个分支站点 分支站点在访问 互访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要求呢 从总部那边走一圈 那总部呢 就类似于是一个Hubs端 那分支站点呢 相当于是一个什么 Spork端 对不对 那其实呢 如果说Spork端互相访问的话 就是说 在访问的时候 他们互相走这个数据包 这种呢 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这种呢 反而走的是最余路径 但是呢 你Hubs端并不知道 你Spork端这边有什么样的流量 对不对 并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流量 那如果说呢 你希望 把所有就是分支站点 他们互访的流量 都需要到Hubs端这边 进行监控啊 或者干什么事 对不对 那我们一个公司要对所有的网络进行监控 那这种的话呢 可以让它的流量呢 从Hubs端走一圈 然后呢 再走到另外一段 对不对 再走到另外一段 这是一种可行的 可行的 关键看这个公司管理是什么样的管理 对不对 这是什么样的管理 这是一种情况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什么 那我们拨号用户 拨号用户呢 哎 比如说 这是我们这个一张承载网 对吧 承载网呢 比如说什么 就是CN2 专门用于承载这个客户 这个路由客户流量的 对吧 那还有一张网 还一张网是什么呢 还一张网是我们的那个叫 嗯 internet的那张网 就是163的那张网 对吧 那在CN2和163之间 那肯定是有联系的 不管是有几根线了 反正肯定是有联系 对不对 那我们员工回家以后 员工回家以后呢 哎 在家里面可以通过什么呢 可以通过拨号 连到internet上面去 对不对 连到internet上面去以后呢 再通过VPN等等等等 哎 可以什么 可以连到我们这个公司的网络里面来 对不对 可以连到公司网络里面来 那连到公司网络里面来以后 那这时候呢 他们在访问这些站点的时候 我需不要经监控 对不对 我是让他们在这些流量是 必须要从HUB端 这个防火墙这边走一圈 啊 IDS IPS这边走一圈以后 才能够访问到其他的站点 还是可以让他直接访问到 其他站点 对不对 这这也是一种需求 看你怎么做 看你怎么做 有一种呢 可以让他直接访问 对吧 还有一种呢 可以让他从这个internet的 就是不是 就是HUB端那边走一圈 那这样的话呢 HUB端可以监控所有的 这个拨号进来的这些用户 他们的这个信息 那对于拨号进来的这些用户 他们两个之间如果要互访的话 哎 实际上可以尝试一下嘛 对不对 比如说我获得一个地址10.1.1.1 你获得一个地址10.1.1.2 那尝试我拼一下 看能不能拼通 网问一下他的设备 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 对不对 那万一能通 主要是在家里面办公的这些员工 他们两个连到我们公司往里面来以后 他们两个之间 我们可以让他不互通 想让他互通 因为他们都获得一个通网站的IP 对不对 通网站的IP 可以让他呢 试着互通一下 那互通的话 怎么让他互通 是从HUB端走一圈 让他互通 还是让他们两个直接互通 直接互通的话呢 我就监控不了 你们俩到底在干什么 对不对 比如说你把那个公司文件下下来了 他把公司文件下下来了 两个人互相传 对不对 这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了 他如果把这个VPN断了以后 他互相传 我是监控不到的 那如果在没断VPN的情况下 互相传 我希望监控到 那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监控 这能听懂我意思吧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监控 这就是HUB Spoke这种结构 一种是分支在脸 还有一种是我们在家拨号的用户 他们互访的时候 我们希望监控他们的流量 对吧 希望HUB监控他们的流量 等等等等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一共有两种模型 两种模型 一种呢 是 它一个PE和CE端接口 一个VIF 就是HUB端 PE和CE端呢 只有一个接口 有一个VIF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什么 就是HUB端PE和CE之间 是有两个VIF的 两个VIF 那这时候呢 可以有两个接口 这接口呢 可以是Global接口 也可以是VIF接口 都可以 可以是Global接口 也可以是VIF接口 都没问题 好 那这个 我们以前 啊 在比较早的这个 呃 斯科的胶片里面 他的这个 呃 MPRS VPN 这个HUB端PE结构呢 只介绍了一种 只介绍一种 那 一种呢 比较就是 就是这种啊 就是双VIF的这种呢 比较好理解 比较好理解 也 但是呢 配置的时候 可能这个更好配 这个更好配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啊 那我们就有学员去面试 面试那个BT BT呢 就是英国电信 英国电信 英国电信 英国电信里面 他们问你的时候 英国电信啊 呃 他们那个 招人 不一定非得你那个 这个工作经验 多多多牛逼 啊 他呢 对于理论这个要求非常高 Juniper也是 Juniper呢 他也是对理论的要求非常高 啊 BT也是 呃 你工作经验那个不是太强 问题不大 但是呢 还有一个就是英语 英语要不错 英语要不错 啊 如果说你满足这两个以后 进BT 还有进Juniper 是很有可能的 啊 很有可能的 呃 一个是理论 功底比较不错 另外一个呢 口语交流 没什么大问题 那进行这两个公司 有机会 啊 有机会 然后呢 我们就有学员去面试 面试了以后呢 哎他就问到了 HUBSPOR结构 问你哎 这个HUBSPOR结构怎么做 怎么怎么做 哎 我们学员呢学的不错 当时呢就教了一种 他就讲了这一种 对吧 那 后来考官呢就问 那一个VIF行不行 面试官就问 一个 来说呢 一个可能不行 啊 其实呢 一个是非常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很简单 我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 这是单单的啊 这是P HUB端的这个PCE之间 有一个接口 一个VIF 对吧 一个接口一个VIF 那PHUB端的这个P 必须 只能公告默认路由 或者是聚合路由给 你记一下吧 第一种模型啊 第一种模型啊 HUB端 啊 HUB端 PCE之间 一个VIF 一个VIF 啊 单接口 啊 单接口 这种 那 HUB端的P 只能公告 这边写了 只能公告什么 默认路由 或者是聚合路由 给 Spoke端 只能公告默认路由 或者是聚合路由 给Spoke端 只能公告默认路由 和聚合路由 给Spoke端 好 他说 PE端的HUB这端 不能使用BGP聚合 等会我们来试一下 看看BGP聚合 为什么不行 对吧 好 这个OK了啊 OK 做法 这个做法 这个做法 做法的话呢 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说 正常情况下 我们Spoke端这边 发布路由的话呢 是通过Export RT 来发布的 Export RT 来发布的 那我这时候呢 Export RT 和Import RT Spoke端是不能一样的 为什么不能一样 因为一样的话 比如说都是1比1 这边 Import Export 都是1比1 Import Export 都是1比1 那你发出来的这些路由 是不是就直接导入进来了 对不对 直接导入进来了 那导入进来以后 那很显然是不合理的 对吧 我们现在呢 不是要求他们两个 直接互访 而要求呢 他们从Hub走一圈 所以说这时候呢 哎 你看我 导入的这个RT值呢 和Export 这个导出的RT值 两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 是做HubSpoke的关键 自己记一下 HubSpoke的关键 HubSpoke的关键是什么 就是 P上面 ImportRT和ExportRT 不能一致 不能一致 Spoke端啊 不能一致 但是Hub端 那跟它反过来了 对吧 你要一致的话 两个Spoke端的路由 就互相导入了 对不对 那我们之前 上次讲那个 MPS VPN负载均衡 它的这个关键点在哪 它关键点就是 Martihome那端 PE上 Martihome PE那端 对吧 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RT 要设置不一样 对不对 要设置不一样 咱们现在呢 这个HubSpoke结构呢 RT要设的是什么 不一样 RT设的不一样 好 那这时候呢 你Export1比1 导出来以后 导出来以后 那这时候呢 在Hub端的PE上 进行导入 它的Import是1比1 导入 导入 导入进来以后 路由呢可以发给 这个 Hub端的CE 对吧 那Hub端的CE 还能不能再把这个路由 给发出来啊 那根据水平分割原则 那肯定是不能再发回来的 对不对 除非你把这个接口水平分割 给关掉 对吧 关掉有用吗 关掉也没用 为什么 因为你是 从同一个接口收进来的吧 那对于这个路由器来说 他认为这边的U 还是这边传过来U 那肯定是认为这边传过来U 对吧 你要是认为 你要是认为从这个Hub端的CE端传过来U 那就出环了 对不对 就出环了 所以说这个传过来有没有用 没什么用的 对不对 这个传过来是没什么用的 所以说我们Hub端的这个CE应该发什么 一个汇总路由 你在这边汇总完了以后发给我 要不然的话呢 你就直接发一个什么 默认路由给我 对不对 发了默认路由给我 发了默认路由给我以后 我怎么办 来我在这边把默认路由导出 export2.2 然后呢 发给spoke端 那听懂意思吧 发给spoke端 好 那这是没问题的 这种方式可以 第二种模型 第二种模型呢 Hub端的PE和CE之间是有两个接口 通常情况下呢 可能使用的是一个接口 然后使用紫接口 但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呢 有的设备呢 是可以起紫接口的 有的设备起不了紫接口 起不了紫接口 那就用两个接口代替 可以啊 两个接口代替是没问题的 好 这个没问题 起两个紫接口 两个VIF 两个VIF 然后呢 我们给这个VIF呢 请个名字 一个是Hub in 一个Hub out 它这边的in和out 指的是什么 路由的方向 对吧 指的是路由的方向 Hub in和Hub out 指的是路由方向 哎 它说 Description VIF for traffic fromHub 哎 路由你从这个地方导进来 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数据包 就从Hub端 发出去 是不是路由和数据包方向相反啊 所以说他这边给了一个描述 Hub in 但是呢 数据包实际上是从我这出去了 那听懂我意思吧 路由进来 数据包出去 所以说他这描述 描述 这个VIF是用于 Traffic 从Hub端走的 对吧 就没问题哈 然后呢 再起了一个VIF 叫做Hub out 这个是路由方向 路由从我们这边发出去 所以说 数据包应该是从这进来吧 对不对 所以说 DescriptionVIF for traffic to Hub 就是流量呢 是发给Hub的 那听懂我意思吧 流量发给Hub的 所以说 那路由出去的话呢 它是exportRT 那我们这个 Spook端还是跟刚才一样 它的importRT exportRT 不能一致 这样的话呢 就做搞定了 这样就搞定了 这还比较简单 那这时候呢 这种情况 我们的路由啊 看看 我们看一下 这个路由是从哪传的 我们Spook端路由 从这边发出来 发出来以后呢 到这边来导入 这个import 导入进去 导入进去以后呢 我们是可以发给什么 Hub端的CE的 那Hub端CE收进来以后 是不是可以从这再发出去啊 可以吧 因为这是两个接口 两个VIF 对不对 可以从这边再发出来 所以说 那我们这个Hub端的什么 这个CE Hub端的PE 既可以 发送明细路由给什么 给Spook端 对不对 我们这边是不是Hub端 是不是可以发明细路由 给Spook端 因为你绕一圈嘛 也可以发什么 会懂的 我们BGP可以做聚合 对不对 刚才那个BGP 为什么不能做聚合 刚才这个为什么BGP不能做聚合 因为你这个BGP路由 是从这边传过来的 你做聚合 有什么用啊 没什么用 对不对 你做聚合没什么用 你是从这个地方传 传过来的BGP路由了 对吧 那这个呢 可以做聚合 为什么 你从这边导出来以后 我做个聚合 做个聚合以后 是我这个VIF产生的 然后发给你们 那听懂我意思吧 这没问题哈 行 那这个呢 没什么好说的 那我们 他这个后面的幻灯片呢 就是就是你的那个 控制平面和数据平面 配置 好这个呢 是什么就是BGP 那如果呢 是BGP 在什么P和C之间 那这时候呢 要用Allow as in 或者as overwrite 来做 这个没什么问题 对吧 啊 两边都是BGP的话 那这时候呢 应该用as overwrite 对吧 或者是什么 Allow as in 对吧 Allow as in 就是这么回事 因为PCE之间是BGP嘛 BGP呢 你这个路由 从这边传过来以后 你在这边再发过来 是不是把他的 as overwrite上了 是把hub端的as overwrite上了 对不对 hub端的as overwrite上了 那如果说这边又是 这个叫什么来着 BGP 这边也是BGP 那这时候的话呢 我传给他的时候 首先我要做一个as overwrite 把客户端 让客户端能够收到另外一段客户的路由 这个没问题哈 然后呢 这个BGP再从这边发回来以后 那对于我们这个PE上面 是不是还得做一个Allow as in 要不然呢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路由是不是还带我 还带我自己的S号 你能听懂我意思吧 对 以前呢我们讲 那个叫做Allow as in 一般是在CE段配 as overwrite呢 一般是在PE段配 对不对 那现在呢你看 as overwrite和Allow as in 都需要在哪配 是不是都需要在PE段配啊 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这边的S号是100 这边S号是100 客户的S号是100 对吧 运营商的S号是多少 200 对吧 那这时候呢 我们这边有条路由 CE的路由吧 我们就是172 171 172这个路由 172这个路由呢 发给我们的这个运营商 在运营商这边172的路由 我们这边就当172了啊 172的路由 172的路由 他的S pass是不是100啊 对 这时候呢他会传给这边的PE 对不对 这边PE 传给这边 传过来的时候 171的路由 如果不做任何修改 应该是100 200 嗯 是不是啊 那这时候呢 那发给 我们的 这个Hub端的CE 说不说啊 不说 我们这时候做个as overwrite以后 这个 是不是变成200 200吧 那这时候他收了 收了以后 把这边明晰路由收进来以后 再从这边什么 发回给PE 对吧 那这时候这个路由变成什么了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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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对不对 172的路由 那发过来以后 那我们这个PE收不收 他也不收了 100 在前面 在后边 应该放在前面 对 因为搞错了 应该放在前面 应该放在前面 就没问题 对吧 那发给PE以后PE收不收 那很想要不收了 所以说他这边敲一个 allow as in 2 对 应许出现两字 因为我这边做过一个嘛 对吧 好 收进来 接收了 接收以后 他就发给这 发给这个 对不对 那这个Spoke 再次发给他 又要做一个as override 对不对 是不是又得做一个as override 那这时候你的as号变成什么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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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个零 多一个零 因为这边已经带三个了吧 出去以后再带上我自己的 把中间这个100 改成什么 200 对不对 那100改成200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变成4个200 发给他 收不收 收 这个也是一个 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PECE之间 如果是都使用什么BGP的时候 而且呢 每个站点的as号相同的时候 这时候呢 你得要注意的东西 对吧 要得注意的东西 这可以 好 下面呢 就是讲他的控制平面 数据平面了 控制平面 数据平面 控制平面 首先呢 我们这边是有两个VF的 对吧 然后呢 Hub in 是从spoke端 是吧 Hub in 是learn every 每个spoke端的路由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首先 spoke端的这个路由先发出来 这个是从我们spoke端的PE上面 把它给发布出来的 对不对 这是一条路由 那MBGP 可以不可以给路由分标签 可以吧 然后呢 导处的RT exportRT是什么 1比1 有问题吧 好 这样的话呢 这个路由发布到这边来了 因为你Hub in 路由进来 所以说你这边是importRT importRT的话 这个路由可以进入我BGP转发表 对不对 171.1 172.2 对不对 进入我这里 好 这样的话呢 我把路由就传给谁了 传给 Hub端的CE 对不对 好 Hub out 这个VIF 是用于公告路由给谁的 公告路由给spoke端的 对吧 你看advertise spoke的路由 或者是汇总的路由 给什么 给远端的PE 也就是给spoke 因为你从这边收进来以后 你是不是可以从那边发布出去 嗯 可以发明细数据吧 可不可以 另外一个 可不可以 可以吧 你从你从这边收进来的明细 可不可以从另外一个接口发出去 可以 是不是另外一个接口吗 如果是同一个接口可不可以 那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 同一个接口不可以 不同接口是可以的 所以说它是解了吗 你把spoke的路由收进来以后 可以再发布回去 能不能发默认 能不能发默认 实际上发默认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发默认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呢 默认在另外一个地方还有用 默认在另外一个地方还有用 等会我来给你讲一下模型 来理解一下 我们先理解这个明细和什么 汇总 可以吧 先理解一下明细和汇总 好 那这个明细呢收进来了 对吧 收进来以后 它再从这个发出去呗 发出去以后 就把这个汇总路由 你看它把它汇总了吧 汇总成一个17268.0.0 到16位 这个16位呢 是从我这边导出的 exportRT是2比2 对吧 好 导出来 导出来以后呢 两个spoke段的P上面会接收 对不对 会接收importRT2 就没问题哈 好 刚才是控制平面 下面是数据平面了 数据平面 我让你们先猜测一下 我先不看 我先猜测一下 那spokeA 访问spokeB的时候 它的数据包是怎么走的 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这样走 从这个接口进 从这个接口出 这是第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可能是 从下面这个接口进 上面这个接口出 这是第二种情况 好 请问你觉得是哪种情况 spokeA 反复spokeB的时候 第二种 为什么 因为hub印它是这个方向 就是路由传递方向 数据包 反正就是相反 数据包 就应该从hub印进去还是出来 出来 从hub印出来 对不对 就是hubout hubout是什么 是路由出来吧 数据包 是不是应该从这个里面进去 对不对 hubout呢 是路由出来 然后呢我们数据包应该进去 对不对 数据包应该进去 没问题 好 那么反反方向 反方向 spookB 访问spookA 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 这是 第一种 这是第二种 你觉得应该是哪种 第二种 对了 对了哈 没问题 因为 刚才你看我们那个 刚才你看我们那个叫做 spookA 访问spookB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从从这边走的 对不对 现在spookB访问spookA呢 从哪走 从这走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从哪个VIF进去 是不是都从out这个VIF进去 数据包都从out这个里面进去 然后就从hub印这个出来 对不对 因为hub印代表是什么 路由 路由 这个是数据包 这个没问题 ok 好 这样的话呢 理解了就好看了 这时候我们准备一个数据包 数据包来了以后 这应该查路由 对不对 刚才我们这边路由是不是有的 有的 那要插 带两层标签 顶层标签 底层是那个35 刚才那个35 对吧 好 这样的话呢 一条条传 最后呢会传到 Hub单的PE Hub单PE呢 把这底层标签看一下 这要从哪进去 这要从hubout进去 因为hubout呢 路由出去 那数据包呢应该从这进去 对不对 数据包从这进去 进去以后到这边 他从哪学到spook路由 是不是从上面这边学来了 因为路由是从这进来的 对吧 所以说数据包继续走 到这边以后 要从wip里面走了 要标签吧 对不对 要标签 加两层标签 往这送 好 到处第二条以后 顶层标签弹出 对不对 底层标签在这 用于区分 到底是属于哪个客户的 最后呢数据包传过来 就能看懂吧 还是比较清晰的 对不对 还是比较清晰的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控制平面 数据平面就讲完了 控制平面 数据平面讲完了 刚才呢实际上 我还得给你们介绍一个模型 刚才我说的 对吧 介绍一个模型 我们说客户之间 他们互访 一共呢是有两种模型 一种呢是 比较大的公司 世界五百强 这种大的公司 这大的公司呢 他们在互访的时候 一般人怎么互访呢 这边我们把它分成公司内和公司外 对吧 内外 分成两种 对吧 公司内 我们向运营商申请什么 MPRS VPN业务 公司内 一个暂点 一个暂点互通 比如说我们这是总部 这是分支 这是另外一个分支 对吧 分支一分支二 好 中间呢是通过什么 MPRS VPN互通 有的人说 哎我我还听过IPTEC 为什么通过IPTEC互通 啊 等会就要讲了 这是一个总公司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哎他们之间互通 通过MPRS VPN 就互通起来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这个公司上网 公司上网的话 怎么上 哎我们会找一个出口 找什么出口 找一个就是 比较什么呢 比较便宜的 网速又比较快的一个出口 比如说我们有知道 有的公司 他们就在 新加坡那边 有一个公共的出口 我们所有公司这边出口的时候 上网 都从新加坡那边出去 比如说 从新加坡这边连接什么 internet 这是外面都是internet 好吧 internet 那有的朋友说 难道我这个 北京这边就不申请internet 了 上海那边就不申请internet 了 也都申请 但是那个internet主要是干什么用 他不是 可能不作为你主要出口 你的 你的 他 你看啊 实际上北京上海那边也连internet 对不对 但是他们的数据包护访的时候 一般从哪出现 上internet的一般都从 啊 都从这边出去 那一般都是从哪哪个出口 都是从这个出口出去 可能不会从你这个本地的这个出口出去 你本地的出口干什么用 本地这个出口呢 是给你员工在家 你的员工在北京 那你从北京的这个入口进去 然后呢连到公司内部去 能听懂意思吧 啊 你你要是在上海 你从上海的那个地方 连到你公司内部去 可能是这么一种情况 当然了 除了这种情况以外 那还有其他情况 哎我们通通连到 通通连到这个新加坡的这边 从新加坡这边进去 因为你在家可以连internet 你这个internet 是不是可以连到我新加坡的那个 网关呀 对吧 那你这时候呢 实际上你也可以从哪进去 你也可以从 新加坡的这边这边进去 真的听懂我意思吧 大公司的那个 本地的这个 讲什么来着 本地的那个上网的那个业务 不一定是真正的出口 不一定是真正出口 真正出口呢 很有可能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上internet的业务的时候 很有可能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对 不让你们能不能听明白哈 很可能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比如说 那四科 四科很有可能就是 哎 那我们员工到了办公室以后 首先就连到公司内部的VPN了 那你从公司内部 那你从公司内部 你护防每每个站点 都是可以护防的 你回家以后 你可以连到上海的VPN 你可以连到北京的VPN 可以连到哪里哪里的VPN 连进来以后 那相当于你有一个什么 你你从这个地方 就可以进到公司内部 那防火墙在哪 他为什么这样做 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在这边有个防火墙 在新加坡这边提供一个防火墙 提供不一定是一个 可能可能有多级 对吧 防火墙 提供防火墙以后 那我在这边会管理公司内部 所有出口的这种流量 那这样的话呢 对外来说我是一个公司 能听懂我意思吧 对外来说我是一个公司 对外来说我是一个公司 还有一种情况一些小公司 小公司的话呢 他就不愿意去申请MPS VPN业务了 他自己做 我北京这个站点 上海这个站点 广州那个站点 我都申请Internet的服务 对吧 然后通过Internet 我做什么 我做IPsec VPN 然后互通 对吧 我做IPsec 那我本地是不是有出口 我本地Internet是不是有出口 所以Internet出口的话 一般我上网的时候从哪走 对一般直接出去了 一般直接出去了 那对外来看你是几个公司 对你不是 你不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出口的 对吧 你可能有多个出口那种 你不是一个公司 人家大公司人家管理的时候 要求同一 世界500强的公司 基本上都是这种模型 基本上啊 不能说所有 那对吧 只能说基本上 大部分 你小公司的话 一般都是自己申请Internet 要公司之间互访 做个IPsec VPN等等等等 那我们 这个大公司IPsec 它主要用于什么 什么地方 主要用于你接入 对不对 你从Internet这边接入的时候 接入到我们公司电网台 用IPsec 用SSL 那听懂我意思吧 它是这样的 接入的时候用 对吧 那小公司的话呢 就是护房的时候 它也用 是吧 互换的时候它也用 这是两种模型 所以说 那我们在Hub Spoke结构这种情况下 HubSpoke结构 情况下 那我们Hub端 发给Spoke端的 是什么路由 可以是 这个默认路由 但是呢 一般不发默认 为什么 因为 刚才我们看了 像这种模型 像这种模型 这种模型的话 比如说它是总部 那Spoke在护房的时候 我希望它们 从我这走一圈 对不对 但是在上网的时候呢 我希望它从新加坡走 亚太这边都从新加坡走 哪个地方都从哪走 但是那个 护房的时候呢 要从美国这边走 这能听懂我意思吧 那所以说 这种HubSpoke结构的时候呢 发的就不能是默认了 因为上网业务 应该发默认 这能听懂吧 这边应该发默认 这边应该发明细 或者汇总 是不是 那如果说呢 你的总部 和你的出口都在一起 总部和出口都在一起 那怎么办 那就可以发默认了 你Spoke的护房的时候 我就从这边走 然后呢 你的那个上网业务 也从这边走 这能听懂我意思吧 那这样的话 发默认是没有问题的 发默认没有问题 因为HubSpoke的最基本的 一种模型 就是这种新型结构 这种就是HubSpoke 那Spoke的话 之间互访 或者访问Hub 是不是都从Hub走一圈 完全可以发默认 这能听懂我意思吧 但是呢 你要考虑到 这实际情况中 很有可能 就是上网的时候 不在那端 可能在另外一端 对 真正出口 上网的时候呢 发的是默认 对吧 其他时候呢 发汇总 听懂我意思吧 就是 公司之间互访的 最基本的两种模型 对吧 一种是大公司的模型 一种是小公司的模型 是吧 最基本的 行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对这个HubSpoke 这个业务呢 就比较了解了 下面呢我们来配置一下 好吧 佩宇